他是草原上最猛的男人 也是汉武帝刘彻的一生之敌 他先是制造了一种带有响声的剑 规定自己的剑射到哪里 士兵们的剑就必须跟到哪里 甚至不惜为了测试士兵 把剑射向自己最喜欢的战马 果然有士兵没跟上他的节奏 为什么有人犹豫 医治鞋又试了几次 这下无论他的剑射向哪里 大家都会追随 但医治鞋却依然不放心 于是他叫来自己的妻子 让他连夜绣衣面棋 可妻子辛苦一夜做好狼妻 迎接他的却是一只带着响声的鸣笛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士兵们射成了马蜂窝 经过这样残忍的训练 医治鞋的队伍已经彻底变成 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医治鞋做好万全准备 很快就找机会 回到了父亲身边 趁着父亲专心捕猎 他悄悄把想见对准了父亲的后背 眼看父亲当场厌弃 医治鞋立刻带队回家宝丧 靠着绝对的武力优势 顺利成为匈奴的大蝉鱼 他不再奉行和汉朝的和亲政策 而是不断袭扰边境 逼大汉和谈 再派使臣向汉武帝 讨要更多的好处 我勇敢的大凶奴 是高天之下 除了昆仑神之外 唯一的独仔